你想做出一款畫面漂亮互動性高的Robot遊戲 卻還不了解Properties屬性是什麼嗎? 今天我將告訴你什麼是Properties屬性 幫助你做出更好的Robot遊戲 哈囉大家好我是柯拉克 想要做Robot遊戲卻苦於英文能力和無法理解程式語言嗎? 在這頻道裡我將每個禮拜上傳一到兩支Robot Studio的中文教學影片 不管是程式理論、遊戲與功能製作 在這裡你都能得到解答 現在立刻幫這部影片按讚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你就再也不會錯過影片的更新囉 快點分享這個頻道 給你同樣樂愛Robot的朋友知道吧 什麼是Properties? 在用我的方式解釋之前 我們先來舉幾個你早就親身經歷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遊戲模型 你喜歡玩Blastbird或Brookhaven這類RP類的遊戲嗎? 這類RP遊戲通常都有大量的場景模型 來支持玩家們更沉浸在遊戲中 例如遊戲中的建築物、花草樹木、載具等等 這些模型大大小小、五顏六色 而且某些場景或物品 例如門、椅子、車子這些都會有特殊的互動事件 當你的角色靠近門的時候 會有一個提示告訴你 按下某個按鍵就可以把門打開或關上 那在我的想法裡 這些門也許有一個布林值屬性叫做IsOpen 如果門是被打開的 IsOpen的值就是True 如果不是的話就是False 遊戲就可以根據這個IsOpen屬性來判斷 玩家按下按鈕跟門互動的時候 門應該要被打開來或關起來 在Brasburg這款遊戲中 你還能幫你的房子的牆壁上面塗上新的顏色 或者是在旗子上面換一張圖片上去 這也是同樣的道理 在房子的牆壁中有一個叫做Brick Color 或Color的屬性 你只要填入對應的數字之後 你就可以改變顏色 而在旗子上裡面有一個Surface GUI 裡面的Image Label有一個Image的屬性 你只要填入已經發佈在Robot資料庫中圖片的ID的話 就可以進行修改圖片 我會在這支影片發佈後上傳另外一部影片 直接實作這個功能 如果你希望在你的遊戲裡新增類似的功能的話 一定要將影片看到最後 將Properties學起來 第二個例子是Arsenal冰工廠 當你在遊戲中拿到特定的武器的時候 你會多一個能夠二段跳的能力 在我的猜測中 這些能讓你拿到二段跳能力的武器 作者自訂了一個屬性 一個叫做Can Double Jump的布林子屬性 當你按下第二下空白鍵跳躍的時候 遊戲中的程式會判斷你手上的武器 能不能進行二段跳 如果Can Double Jump是True的話 遊戲就會讓你二段跳 如果是False的話 就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 一直到你重新踩到地板之後 你才可以重新進行跳躍 最後一個例子 在我們大多數遊戲裡 都有一些文字和按鈕顯示在畫面上 這些文字可能是負責顯示遊戲裡的等級 金幣攻擊力 按鈕可能是讓你打開購買遊戲 Game Pass 或金幣的視窗 這些文字按鈕都會搭配好看的配色和圖片 來吸引你點擊那些按鈕 進而促使你在遊戲中消費 而這些文字按鈕都有一些屬性 這邊舉幾個常用到的 Name 名稱 Visible 是否顯示 Test Size 改變文字大小 Test Scale 等 文字填滿框框大小 Test Color 3 文字顏色 Background Color 3 背景顏色 Background Transparency 背景透明度等等 適當的修改這些GUI的文字大小 配色和圖片 能讓你的遊戲有更好的質感 我可以製作一個屬性 Visible 是False的視窗 配合按鈕 寫一個按鈕點擊的Event 當這個點擊Event被觸發的時候 原本視窗的Visible就改為True 讓視窗顯示出來 今天影片後面的實作 我們同樣會寫到怎麼做出我剛剛提到的功能 之外 我還會再另外上傳一支 詳細介紹GUI的影片 期待的話就趕快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吧 根據我前面舉的三個例子 我們就能知道屬性是在指這個門 武器 按鈕的特徵 這個特徵呢 可以是一段文字 一個數字 一個四杯題 等等 這個門是不是可以被打開的 Is Open 在把武器是不是可以給我二段跳能力 Can Double Jump 這個按鈕上寫的文字 Test 文字大小 Test Size 背景原色 Background Color Color 我們要怎麼去認識更多官方內建的Properties呢 你可以在Google搜尋 Robot Studio API 這個網站呢是 Robots官方的API文檔 你也能在這個網站的教學裡 學到非常多的技巧和知識 也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你在做遊戲的時候遇到了什麼問題 我一有時間就會馬上回答你的問題 學完了一些Properties的理論 那接下來我們打開Robot Studio 我們來實作一些內容 吸收一下剛剛學到的知識 首先呢 我們先來新增一些GUI 我們在StartGUI裡面 新增 ScreenGUI 接下來在ScreenGUI裡面呢 新增一個Frame 再來新增一個Test Button 最後是Local Script 接下來呢 我們在Frame裡面 重新再加一個Test Label 那我們現在把這些GUI 調整一下它的位置 我們先點擊Frame 然後將它拖移到中間 你可以看到我只是拖移了Frame 放在Frame裡面的Test Label 也一起跟著移動了 要理解這東西呢 就要理解什麼是Parent跟Child 這裡我就先不多做解釋 我們之後再出一支影片 來講解 Parent跟Child之間的關係 再來 我們稍微調整一下 其他東西的位置 我們將Test Button 放到下 我們讓Frame稍微大一點 放到中間來 那裡面的Test Label呢 同樣 把它放到中間 再來我們修改一下 這些GUI的名稱 我的取名習慣呢 通常會根據這個GUI 做什麼功能的來取名 我們先假設這個GUI 是購買GamePath的視窗 那麼我就會將 ScreenGUI呢 修改為GamePathGUI 我就會將LocalScript 修改為GamePathScript Frame也是同樣的道理 我會將Frame修改為GamePathFreme TestLabel同樣 我將它修改為GamePath 我後面就不會加Label了 我通常就直接加Test 那TestButton呢 我就會把它取名為GamePath BTN Button的縮寫 我接下來呢 想要修改一下 這些GUI的顏色 和文字大小 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用到 右下角的Property的視窗 你可以在Property的視窗裡 根據你點擊的 Object來進行屬性的對應修改 不過如果你希望的功能是 直接在腳本中修改這些GUI的屬性的話 我們就要看到GamePathScript的程式畫面 如果你不小心將GamePathScript關閉的話 你只要到右手邊的Explorer中 重新點擊兩下你要修改的Script 就可以重新將腳本畫面打開來 我們再來看到程式畫面 只有寫著Printer Hello World Printer的功能是 將包括在左右刮弧 裡面的文字 數字 負銀值 變數 方法給顯示出來 我這邊就做一個快速範例 OK 那這是我的範例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寫著 顯示文字是Hello World 右下角的Opte視窗呢 也寫著Hello World 那我這邊寫的顯示數字呢 是123 同樣有123 那顯示布林值 8大於7 是對的 是True 所以有顯示True 6小於3 也是 就是false 也是錯的 所以就顯示false 那顯示變數的話 我現在已經定義了一個叫做Value的變數 裡面的變數 塞的是8763 所以它Print Value變數的時候 不會Print出Value這幾個單字 而是Print裡面的文字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右下角 所以你可以看到右下角Print 8763 最後呢是顯示方法 我這邊寫了一個方法叫做Return Value 那它會傳回一個我輸入進去的Value給我 所以我現在的Value是一個變數叫做8763 那我在這邊Print裡面 鋪叫了Return Value這個方法的時候呢 它就會幫我傳出我傳進去的Value出來 如果你想要更加了解String Integer Booling Value Function 這些形態 變數 方法的話 我同樣會再出另外一支影片的講解 我的影片希望帶給大家的是容易理解的程式內容 我想讓大家少走一些歪路 所以我不會讓太多話題混在同一支影片裡 希望你現在就可以幫我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再錯過我的影片哦 我接下來會採取先將程式寫好 再來一行一行解釋的方法 你可以先將影片暫停打完畫面上的程式之後 再一起配合影片來理解裡面的程式 你看到寫著兩個減號的這每一行都叫做註解 在註解在跑程式的時候是不會執行的 不過這又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所以你可以不用打這幾行寫著減號的註解 不過我也蠻推薦你也一起將註解上面的中文一起打上去 這樣也可以增加另外一個記憶點 幫助你更好的理解這段程式 首先我們看到第二行寫著 我們要先知道這個腳本本身呢 是不認識其他object 也就是不認識其他人的 他不認識gamepass frame 也不認識gamepass btn 這是什麼意思呢 白話文就是 雖然我們在explorer中 可以看到gamepass script 和gamepass frame 他們之間是處在同一個層的 但是他們彼此還是不認識 我們在程式之中呢 要先找到這個腳本 和其他人的共同聯絡人 也就是gamepass GUI 我們才有辦法找到gamepass frame 跟gamepass test 還有gamepass button 所以在這一段程式的第二行寫的就是 這個叫做gamepass GUI的變數裡面裝的 現在是我腳本script本身的上一層 你可以在右手邊的explorer中 還有右下角的property視窗裡面看到 我gamepass script本身的parent是gamepass GUI 我們來看gamepass frame 他本身的parent同樣也是gamepass GUI 這樣子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就可以靠著找到共同的聯絡人 來將其他人給定義出來 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在說明這個點的標題符號的話 我們都是叫它中文字的 的 所以gamepass GUI這個變數呢 就是腳本本身的parent 以此類推 gamepass frame這個變數呢 就是gamepass GUI的gamepass frame 當然以下也是同樣的道理 現在我們已經將所有會用到的GUI 全部都給定義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不使用右下角的property視窗 來修改每個GUI的屬性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呢 我們gamepass test裡面 在預設的情況下 有一個屬性叫做test size 裡面寫的是14 這個數字大小呢 就是代表了裡面的文字大小 那除了在右下角這個property視窗裡面 直接進行修改以外 我們也可以在gamepass script裡面這麼做 然後我們輸入gamepass 因為我們要修改的是gamepass test 所以我們輸入gamepass test 然後我們按一個點的代表 我們要找gamepass test底下的屬性 那我們要修改的屬性叫做test size 所以我們就輸入test size 然後打一個等於 然後我們後面就接你要的數字大小 要注意這個只能是一個數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預設的情況下呢 我們testergamepass test 現在的test size是14 那我們想要稍微將它放大一點 那我們就輸入50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按下play按鈕來看一下 原本的大小有沒有變成了50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原本中間的test size呢 應該是跟這個button是一樣小的 在預設的情況下 那它因為我們在腳本裡面 輸入了gamepass test的test size 要等於50 就進行了修改 那我們在這裡學到了什麼呢 如果你希望玩家們在一開始 進到遊戲的時候 就能看到漂亮的GUI的話 那你就應該在遊戲的一開始呢 就將你的GUI進行美化 如果你希望得到的功能是 玩家一開始什麼都看不到 一直在玩家遊戲中觸發的某一些事件的時候 才看得到相應的效果 那我們就可以在層次畫面這麼做 在預設的情況下 我希望玩家進到遊戲的時候 這個gamepass frame 也就是這個視窗呢是消失的 那我們就可以輸入gamepass frame的 VISIBLB LE visible 就是要不要讓它顯示的屬性 那我們就輸入false 因為這是一個不靈值 那我們現在點擊play 我們就可以看到 原本出現在畫面上的視窗 已經消失不見了 再來呢 我希望我的gamepass button 按下去的時候 我就可以重新將gamepass frame 這個視窗重新打開來 那我們這裡就要寫一個事件 叫做gamepass button 的mouse 這個的事件就是當我滑鼠點擊這個按鈕一下的時候 關於事件呢 我會在另外出一支影片進行講解 那我們這邊就輸入connect 然後function 再刮弧 右邊按下等於 它就會幫我們打好了 接下來呢 我要輸入的就是gamepass visible 等於 等於true嗎 不對喔 如果你只有打true的話 在我們遊戲中按下按鈕的時候 它就不會關閉了 它就只會一直顯示 那我們這裡要打什麼呢 我們要輸入not not的意思就是 不靈值的相反 如果現在是false 前面加一個not的話 就會變成true 反之如果現在是true 前面加了一個not的話 就是false 就是 就是 不靈值的相反的意思 那我們這邊就輸入not 然後這邊後面輸入什麼呢 我們就輸入同樣的 gamepass 的visible 所以假設我們現在一開始 gamepass visible是false的話 因為我們前面已經加了not 我們在按下按鈕的時候 就會變成true 所以這個gamepass frame 就會重新開起來 那反之一然 如果我們的gamepass已經打開 就是visible等於true的時候 那它在我們按下按鈕的時候 它就會重新關起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實際效果吧 這樣 我們就已經完成了一個按鈕 可以打開和關閉視窗的功能囉 那我們來複習一下剛剛我們都做了什麼 我們如果想要在腳本 控制其他 GUI的屬性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在腳本裡面 找出跟其他人的 共同 父母 就是parent 接下來如果我們想要修改 對應的 fan button text的屬性的話 我們只要在腳本裡面輸入 我們已經定義出來的 gamepass text 然後我們點 找到你要用的屬性 然後我們就輸入等於 後面加你想要輸入的 布林值 數字 跟文字 好的 那麼這就是今天關於 Robot Studio Properties的教學 你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或者是對於這支影片有任何建議的話 都歡迎在這部影片下面留言 我一有時間就會馬上回覆喔 別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的最新影片喔 我是柯達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一下 還有不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還有不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萬一 要不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